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胸财学进程老师 我常说还走过必留下痕迹 大胸只坚持做对的事 第一个阶段无稽之谈 当时候在10月25号 大胸就事先公开预告 我说第二度二度的一个背离 大买点的机会来了 不晓得你有没有把大胸话给听进去 如果你有听进去听话操作的话 那我相信这一波超过2000点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大行情 大家应该都赚得很开心 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上来之后 接着要进入了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有机之谈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到底要怎么样来操作怎么样来掌握 后世的一个行情是会震荡往上 还是说震荡再怎么样 再回测一次的一个低点 我想从整个的盘面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一个行情 很清楚就已经可以看出 选前执政党 护盘的一个利益到真的是很用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很多人 认为说这波的一个行情 大涨2000点之后 那么可能还会在众说下杀拉回来的时候 但是你看有没有拉回 没有拉回嘛 你要知道整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整理的一个模式 那目的就是为了修正 的一个短线指标过热 或者是管理过大的一个现象 但是整理的模式有两个 一个就是用空间来取代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我短线急涨之后 然后快速的拉回 回测的一个这样 回测的一个季线 或回测的一个月线 那经过换手整理之后再来攻 那么当然这种的一个走势 往往你短线上你会看到 急涨然后又急杀的一个拉回来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也就是以盘带点的模式 就像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 你可以看到 虽然指数大涨2000多点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指数仍然是展现相对抗敌的走势 持续维持在15000点的一个光卡之上 那么在整个的一个 指数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虽然全职股在这个地方休息 但是排面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中小型股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不论是在航太的一个工业 或者是包括的一个生息的产业 再到一些的中小型的一个 的一个跌生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PA工业放拉器的一个红杰科 今天亮灯的一个涨厅班 也带动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全新 还有相关的一个跌生股的一个大涨 所以从整个的排面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很显然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很整丁集体的告诉大家 这波行情 整个的一个中期反而行情都还没有结束 你不要以为说 大涨了一个2000点之后 这个后面的一个行情就没行情了 你要知道随着一个许多的一个利空 都已经逐步的淡化 比如说欧战事 或是包括的一个工业库程调整的问题 那么预估在整个的一个第四季 那在随着一个厂商的一个大润清库程 或者是包括的一个美国人总共的一个 生息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问题 甚至再到地缘政治紧张的关系 那你想想看 这些的一个情况都已经已知的讯息 也股价也都之前事先反映过 那么后市还有没有其他更大不可预期的利空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很展丁集体的告诉大家 政策整理换手之后 先蹲后跳后面还会再上涨 还会再上涨 那么大涨2000点之后 那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当然先看连线 那看连线之后 那么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走出一波的一个回升大多头的一个走势 那这一点 我日后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重点还是在各股 那么各股怎么样来掌握 比如说像第一个阶段的一个无奇之谈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无奇之谈你要知道 如果我今天我要带动的一个指数的一个 的一个反能上来 那么谁会先担钢离去的一个角色 一定是龙头股嘛 包括的一个台积电 包括的一个账 包括的一个环球金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第一个阶段 因为很多的一个账 很多的一个股票 那么基本上它的一个股价跌升了嘛 因为股价跌升了 严重的一个超跌 那严重超跌之后 当最坏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么紧接迎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波的一个冲击反弹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像全资股的一个台积电 当时候在371 374 10月26号都有讯息为证 你看都讲在前面 我就跟他说过 秦择先秦王 如果你拥有大胸的一个讯息 你看这一波大厂来到多少 来到496块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你看就连户国神山的一个 航空母舰的一个台积电 这一波大涨的一个涨幅足足 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三成以上 一张价差就多少 124块 这就一百里就死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 大涨上来我不是叫你去追价 不过你说 他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的一个波段目标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 那这一波的一个波段的一个目标 将可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我想你不必猜 如果说你不晓得的话 那么标股新电力 那样的我带着过来 你就务必要赶紧加进来 因为当有好的一个机会浮现的时候 大胸都会透过的一个群组 粉丝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党军园代工的一个二哥也是一样 联电 你看联电这一波也是股价要涨下来之后 然后从35块低档二度背离 然后股价随其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么大涨上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一个弹护也都达到将近35% 那为什么这一波他能够的一个 能够的一个弹的一个这么这么的一个快 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第一个跌升了 那么第二个最坏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 所以跌升最坏状况已经过去 那股价他要不要做反弹 当然要 但是反弹上来 当然不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他反弹就结束了 但是毕竟他现在目前离连线的位置区 非常的一个近 所以未来能不能够再大涨一波 能不能够突破的一个连线之上 那么可能就要看未来的一个成长力道而定 那从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因为整个的一个消费性电子的一个库整 那个去挖调整 可能还要延续到的一个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他大涨上来的时候 那么接近连线的位置区 这种股票我就不建议大家过度去做水价 因为我们要带会员朋友来锁定的是 未来有体材有未来有成长性的一个好股票 那么再来包括手机龙头的一个 这个联花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都是同样的模式 最坏状况已经过了 那么股价顺势跌升反弹大涨上来 光是这一波反弹足足将近多少 将近大涨反弹大涨将近四成 那么来到的一个742块 来到的一个短线的一个高档位置区 那么未来 它能不能够再持续大涨一波上去的话 那我想这个就要看未来的一个拉货的一个需求而定 目前可以看到说 第四季是可能它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最坏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整个库存的一个调整 最大冲击应该落在第四季 那明年第一季 那因为客户渴望回补的一个库存 需求渴望的一个回温 渴望重回成长的一个轨道 但是它的一个成长力道如何 我想目前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 所以对于这些这个股票如果说 它已经率先反弹上来 第一个阶段这些无稽之谈的一个个股 那在这个地方有些股票 如果离连线比较近的一个个股 那这种股票就不建议大家过度做水价 包括这个龙头厂黄球金也是一样 你要买是买在什么时候 10月26号你可以看到 10月26号我的信息 我跟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 339到344 你看现在来到500块 当然目前整个的一个 股价来到500块的关卡 短线会做震荡 所以在这个地方并不建议大家做追加 但是如果说你低档持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到底你要怎么操作 我认为我基本上我认为 应该破断目标还没到 但是如果说它再涨上去的话 离连线的位置越近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如果说它离连线越近 那大厂上来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可能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见好就说 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就来找大胸就对了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PEGORN放拉去的一个红杰克 今天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 那么为什么今天 它的一个表现非常的强势 你看很多跌生股 基本上这波都的一个 强劲的一个跌生反弹上来 但是红杰克它离连线的位置比较远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第三季的一个获利 创了一个八年来的新低 降到0.07元 而且十月份的一个营收 还月减超过的一个33% 年减超过72% 创下近三年的一个新低 整体的一个下半年产能利用率 只剩下4成的一个左右 包括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库存 那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库存调整 可能在第四季整个的一个营运 那么公司派能值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看待 但是因为手机的一个库存 历经的一个调整 那预期整个的一个最坏的一个情况 应该会落在第四季 或是明年第一季 那你想想看在最坏的一个情况 已经过去之下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相对来讲比较落后 但是市场要还给它公道 所以你看今天就大涨上来 甚至亮天涨停板 当然今天涨停板 你说你明天 今天涨停你明天再去追 好吗 我觉得像这样股票 我不会带会员朋友去追 因为今天涨停板上来 它只是修正的一个这样 因为短线跌生的一个修正 那修正上来 你明天你再去追的话 可能短线上又容易做震荡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未来能不能够再打涨一波 可能还要再去评估 它未来的一个成长力道而定 那基本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个股票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大涨上来之后 当它修正的一个让 短线的一个让 这个跌生的一个反弹之后 那么基础上我认为像这种股票 可能它还会再回撤 再打第二次脚的一个情况居多 所以你手上如果说 你会有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是一些的一个跌生股 那整个这个运营成长动人 还没有能够上来 这些公司 那可能这些股票 你反而上来 你又要懂得见好就说 那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我们待会 没有所掌握的一个 包括IC再版的信心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六趟全胜 理计价差达到78.6% 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短线反而上来 短线并不是叫大家去做这一价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一波这个反弹 那么短线经过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整理之后 那么震荡的一个整理过后 它是会震荡往上 还是震荡往下 那么基本上我认为 它是震荡还是会往上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 IVF的再版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驾动率 仍然是维持满载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第四季 营运能难可维持在高档 而且配合明年的一个需求维温 明年的营运 渴望持续的成长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震荡过后 它还会再怎么样 还会再往上冲一波 那重点是 在震荡过程当中 拉回地坚买点机会 在什么地方 我想这些你要非常清楚 你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赶紧来找大雄 包括南京也是一样 三趟累积的一个价差 合计一张达到的一个114块 10公斤就达到就114万 我相信这些你都非常的一个清楚 大雄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ABF的一个再版三雄都一样 正当换手等你过后 未来还会再涨一波 那重点是 在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下一趟的一个地坚买点的机会 在什么地方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IC的一个 IP的一个细制裁的一个资源 也是一样 适当的一个价差 达到37.5% 这八万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 37.5万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操作 一切都感叹在阳光之下 也欢迎大家参观比较 你可以看到大雄的一个操作 就是这么的一个犀利 那么短线反而上来 来到174.5 那在这个地方你当然 你就不能够过度做水价 不过在正当换手的一个过程当中 尤其随着侧用公共出货增温 还有新案的贡献 明年营运渴望怎么样 渴望重返成长的一个轨道之上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拉回怎么做 拉回就是要懂得涨买点 拉回就是要懂得涨买点 爱卜也是一样 爱卜我们高档获利了结之后 我都事先提醒大家 大涨上来143 你看你跟着有大雄的续情 买在143 153 155 这波大涨来到213.5 那我也告诉大家 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嘴架 我高档我获利换口袋之后 目前我知基本上我仍然是续报 我仍然是续报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本能上来 如果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 可以再出手 我想这些都是在 大雄的一个掌握之中 包括同伯基板的一个连帽 连帽今天表现很强 但是我告诉你 我出掉我就出掉了 我获利了结 我就获利了结了 因为它毕竟它还是属于 在消费性的一个电子的一个产品 还是占蛮大的一个比重 那虽然公司未来要积极的一个 的一个朝向非消费性的一个产品来夸展 但是这些并不是说 我今天马上就可以怎么样 我运运马上就可以爆发上来 所以这些可能都还需要一些这个时间 不过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你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我随时我还会带会员朋友 在低价买回来 那这两股票当然了 赚的不多 那价差短短几天 下差17% 8万就让你可以开心赚金17万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像板卡厂的一个花钱 花钱也是一样 你看这一波它的一个表现很强 这一波反弹 反弹幅度高达的一个六成以上 那为什么能够反弹这么的一个强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而且公司9月份 10月份的一个营收出现的一个双针 也代表说 欧美跟亚太市场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需求 明显的一个回问 那公司派也表示未来一个库存压力预计 在未来两季将会逐步的一个去化 尤其在主板的一个业务 也见到需求的一个回流 显卡的一个各家库存也告一段落 包括的一个超微的一个推出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推出 那以及包括公控 迷你这个桌机 还有伺服器的一个业务 那这些 还有应代 超微架构 新品的一个带动 以及新客户 新专案的一个价值 那这些都渴望带动 公司明年的一个营运 重返成长轨道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就觉得可以来留意 可以来留意 那么重点是 到底拉回拉回到什么地方 才是低阶上车的一个好机会 我想这些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来找大海兄就对了 那么再来我谈到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 这个航运类局的一个长龙或是阳明 那长龙这一波为什么 这一波的一个上来 我们之前在低档 我们代会朋友赚一波价差 但是这一波上来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不会带会员朋友 去做最佳的动作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当时候跌生反人上来了 跌生反人上来 因为低档出现的一个指标背离 那指标背离 短线就有机会 做一波的一个反弹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目前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还是相当低迷 那么尤其现在的一个运价 连22周的一个下跌 那当然 运价的一个下跌 目前到底我最坏的一个情况 我到底是在第四季会发生 还是在明年第一季会发现 如果说第四季会发现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想随着一个运价如果说落底之后 那短线就有机会的一个让 做一个急速的一个反弹 但是毕竟低档背离 像这种股票应该都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这种股票反人上来 我倒是觉得大家就不要过度去做追加 这种股票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反而应该趁着这个反弹 你要寻求一个好卖点 因为台北股票市场上非常多 好股票非常多 我们今天要带会朋友来掌握 是那一些有体材 有未来有成长性的好股票 这才是我们第二阶段 有机制团最佳的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说你手上 有一些个股或是航运类股 不论是散装或是货柜行业 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的话 那标普新天地Nine World Telegram 你就务必要赶紧加进来 因为当整个结构或行情有变的话 那大胸也都会在我的一个 Nine World Telegram 无视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重点来了 那第二阶段的一个 进入有机制团 我们所要所定的 首选的一个主轴 到底落在什么地方 除了对于一些的一个涨高股 或极其高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 你千万不能过度去做追价 比如说像东硕 东硕前天很强 说红K你去追价 结果怎么样 连杀两个来给你明白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有些极其高的一个股票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追 就很容易受伤 但是第二阶段有机制团 这个时候我们要锁定什么股票 当然是要懂得去锁定 第一期其实有体材 有未来有成长性的一个主力标股 那这些都是属于非销位性 具有高度成长的一个股票为主 我常说主公股必须符合三大要件 所以第二阶段绝对不是 阿妈阿狗的股票都会涨 一定要符合这三大要件 第一个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配合现行要求 第三个符合环境的意义 就像我们代会没有说 就像的一个金刚 金刚我是没买 我是金星科 就像金刚一样 你可以看到 它不符合主公股的三大要件 第一个业绩成长 还有航代的一个领域 人员油气 那这些都是怎么样 这就是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成长的趋势 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能够连标的两根涨平板 再来包括生气类股的美食也是一样 稍微整个的血癌药 在成功在美国上市 推升前三季大赚一个股本 那预估整个美国市场的年增率 大约是2.5% 到2025年 全美国市场可以达到将近10% 也就是说 随着一个公司的血癌药 整个推出效益的显现 将带动公司的获利 一路的一个向上冲 甚至预估明年获利 有机会逼近两个股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一涨具有成长性的一个好股票 是不是符合主攻股的一个三大要件 第一个领先趋势做上涨 你看股价是不是沿着一个这样 沿着一个短冲期均线的一个上涨 第二个配合现行的要求 低党量增突破飙涨 你不要小看 光是这样一破的飙涨 你看才几天才多久的时间 涨屋就达到将近八成 涨屋达到将近八成 当然今天涨领板 明天再开高 短线可能会站当一下 不是叫你去做追价 那同样合一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些符合主攻股 三大要件 那股价就怎样 今天股价就强力的一个标涨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过去代会的朋友 所锁定的股票 比如说IPC日来进行 可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从8月24号310甚至11月15号 薪金会员505到510块 那可以同步的一个让 也可以持续买进 这一步来到583 那这个583会事先提醒大家 你不要做追价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目前我们在等待什么 我们在等待一个拉回 拉回再度出锁的一个机会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股票我持续锁定 为什么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 完整跟他做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 标股新年底那一的我带着过 务必赶紧加进来 比如说像安控厂的一个精锐 也是一样 也是符合主公股三大的一个要件 业绩的一个成长 云云抗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我们在140代会没有 买进之后一路赚到多少 197 一张驾鲨57块 10点就多少 10点57万 20点就百几万 这都是我们实战的一个绩效 再来立把三合器 盖世的一个立端 往安的一个大厂 你可以看到 从六字头锁定 现在来到八字头 很快又要看到九字头 光是几天那个时间 价差超过三成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 整个的量价 基础货配合 还非常的漂亮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带会没有来锁定的一个机会 再来包括的一个 这一道光的一个先进光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 我七四手73块 待会没有锁定 今天开高上来 不过很可惜 并没有能够一鼓作气往上冲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做一个动作 很简单 今天创新高 我们顺势 加码单开新货率换口袋 但是低成本的一个基本单 我们仍然怎么样 我们仍然是持多虚报不便 我卖掉 我加码单卖掉 我不是抗外 我卖掉 我是等待什么 我等待拉回 有低点我随时还会再怎么样 我随时还会再买回来 这就是我们那个操作 我常说兴趣段的一个操作的策略 你就要懂得 波段短线加扎操作 来扩大累积财户的速度 这就是我们目前带会员朋友的一个 操作的模式 再来像超盘团队的一个八方银局 带超盘团队的八方银局 你看是不是像这种股票也都符合的一个主公主三大要件 就算是做短线 也是要符合的一个领先趋势 配合现行 还有行进意义的一个要求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看我185买件 然后大涨上来 顺势开心会换口袋 短短两天三天的一个时间 价值多少 一张价值十八块 十天就多了十八万了 长盛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插盘团队快打部队的一个标定 两百块买进11月17号 然后大涨上来顺势开心会换口袋 短短几天一张价值29块 十天就多了十天就二十九万了 那么再来像解锋开军股的一个八 的一个东哥游艇 我相信这档股票不需要我再多说 第九趟漂亮初期 11月21号漂亮初期 昨天开心赚长期 你看一转眼一张价值30块 十天就多了十天就三十万了 那出了这些的股票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来留意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升级类股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档的一个股票 最主要是一张癌的一个新药 一线的一个用药 临床解满达标 那这个部分 未来包括在美国 包括的一个欧洲 日本跟台湾 那这些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药证 的一个申请的一个上市 那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公司的 一个未来业绩的爆发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不符合主公股的药件 是不是符合主公股的药件 所以我曾说啊 是珍珠就会花光 是好股就会花亮 只要领先别人 它就排在你后面 你怎么样领先别人 还有没有像立端这样的一个股票 大兄你带好了 大兄你带好了 这些人正在公司发起线上 第二波主圣案标股 立端接班人 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你今天你只要办好手续 或是加入标股新天地 南沿的或Telegram 那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在线上填写好的一个优惠表单 大兄给大家最杀的一个优惠 买最强的一个股票 并且全面半价会期加倍 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一年只有一次的一个回馈 你今天只要办好手续 全面半价会期再加倍 只要加一块 大兄再加一季 而且你今天只要办好手续 再加码会期从明年1月1号起算 从1月1号起算 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只要来电机会就是你的 这个机会真的要好好把握 希望不要再错过了 也欢迎各位 不过打这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联系的一个动作 尤其在选前 只要你懂得买好股 那选后你才能够开心转 下一档的一个主力索码 表股大兄给大家传话 想把握这个电话赶紧拨通 0223219933 02239933回趟 亲亲33 我们明天同一期见 拜拜 拜拜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